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30日 星期日 各位好 各位好 我是袁爸爸 袁爸爸來了英國 我們 就要討論一下 分別節目 大家都有說的 我們自己有說 但是 我覺得我們坐在一起 其實那種化學反應 撞了很多東西出來的 還有 有時候會想漏的 說的時候 我以為說了 或者我覺得 不用說 但是原來是很重要的 有些觀眾 聽不到 前因後果搞不清楚 這節真的要跟大家分析一下經濟 因為大家最關心 現在股票跌到這樣 經濟那麼差 到處都不好 經濟大部分都差的 美國經濟是不是 沒有那麼差呢 美國呢 那個通脹幾年還 就逼著他加息 加息這件事呢 就是很慘的 加了息 供樓啊 尤其是每個都供樓 連車都供的嘛 美國 那些全部都供了 變成每個月要多 譬如多兩三百元支出 一年是幾千元 現在再加上石油 即是入油 美國人平均都是起碼開 半個小時到45分鐘上班的 那些油費很厲害 去哪裏都會開車的 生活上的開支 使得他們 花的錢少了 因為人工沒有加 什麼都加就是人工沒有加 這個情況 其實同時出現在香港 香港沒有那麼嚴重 在歐洲 那個通脹很嚴重 英國很厲害 英國的東西貴了很多 英國差不多貴了9% 唐餐廳 香港餐廳 超市的東西 差不多升了一倍 現在吃餐東西 分分鐘一個人是十多磅的 以前是幾磅的 你叫餐廳 通常以前 八磅幾 九磅幾 十磅左右 現在是十六磅平均 十五 六磅動一下 很差的餐廳也要十六磅 所以這個問題就很嚴重 到底世界會不會 由蕭條 進入到一個 叫做大什麼 叫做什麼 192 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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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情況 沒有人敢說 美國 美國都害怕 雖然他有能力印錢 但是他越印錢 就越是 越是 通脹厲害 所以你說 比如他增長 美國現在增長了30% 通脹8% 是呀 人工不動 變成貴了8% 增長 增長也變成假的 增長負五 大陸根本就很離譜 因為大陸有很多東西要入口 是輸入性的 不是你想要 你不加就不加 大陸最大的問題 就是今年年初 美國開始最為加息周期 但是大陸因為經濟不好 他們不敢加息 人民銀行還要減息 變成了此消其獎 人家 拿你買美國國債 賺的我有三厘 我買你只有兩厘 我當然是買美國的 是不是 所以現在國內 老實說 尤其是這次開了二十大 那群團派 跟習派不合作 老實說 當然有報復性的行動 你這樣難看的奪權 連校長也要強行拉走 那你那個團派跟他不合作 這就變成了 可以解決的問題 都特意不解決 還要推倒 做壞一點 所以大陸的問題 還複雜得不得了 因為裡面 又是江派 又是管金融 習派 以前完全沒有經濟 不管經濟 是不懂的 現在派了那群人要插進去 那麼容易被你插進去 第一有利益問題 第二 報復 你想踢我走 我不讓你進來 進來都會搞到你一鍋譜 你搞不好 這幾個人 一個是清零 在破壞 然後 權鬥 權鬥 所有 現在的官員 大部分都是團派 和江派 很多人 共青團 當官 最多人的 現在你這樣對付團派 那麼你剷團派 當然要報復 不可能 報復 二十大之後的第一天 香港股市就跌了成千點 其實 在二十大之前 我們已經警告了 如果當時我們已經警告了 如果習近平真是政變成功 我們一定是強調 習近平只要連任就是政變 因為 如果根據規矩 他是不能連任的 而且 之前 我們的消息收回來就是 大家講好 講點數 星期二和我 我們就這樣 我們就希望 習近平連任 但是我們的 評估 如果共產黨是有理智的話 就應該被李克強搶的 現在證明習近平的手段很難 就不讓他搶 老老實實說 實際我們 我在美國剛剛喝完香檳 我們開了幾次香檳 實際就是慶祝 他做下去 為什麼呢 就是 摧毀共產黨 Tony同學 自知 予死地 而後生 中國的經濟 搞到他 破產 徹底崩潰 徹底崩潰 絕之沒有辦法 就搞到習近平下台 然後呢 他們來 求西方 怎麼樣 讓他可以 有飯吃 就等於當日 鄧小平實際就是要求 不過我們沒有說出來求 又去美國 帶著那隻牛仔舞 什麼都肯做 叫他 跳舞 他那麼矮仔 帶著大物 帶著牛仔 看不到 他那麼出醜的事 他都肯做 即是說他是矮的 知道沒有美國 他就沒有經濟 崩潰 不是只是說想改革開放 只是救忙 你想改革就改革 有個問題 當時他七八年去了美國 這個當時是卡特還是福特 是卡特 是卡特 然後 回到79年就打越南了 還要是打給你看看 那個壞人來的 我幫你打他 我幫你教訓他 那個是投名作來的 我現在跟著美國做大哥 你這個混蛋 我現在打了你 真的是這樣 美國順利一下這條 真的 讓他進入最優惠國 然後讓他進入世貿 他那場戲在這裏做 他明知道 美國實在沒什麼所謂 打不打越南 已經沒什麼所謂 但是他要做一場戲給美國看 沒錯 所以你看到 中共的這個棍起是美國允許的 如果美國不讓你棍起 你怎麼可能呢 二次大戰之後 兩個戰敗國 美國扶持之下 一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日本 第三是西德 美國也扶起兩個戰敗國 沒有人做得到的 然後還扶起了中共 2000年後就扶起了中共 沒有美國扶你 得鬼 挖什麼起呀 你跪下就差 所以整件事根本是美國扶 我們香港也是美國扶的 台灣也是美國扶的 韓國哪個國家不是美國扶的 根本不是美國扶的 沒有可能的 美國的三億人口 其實就是拖動全球經濟 他那三億人的消費 你就是做他夠了 歐洲七億人口也不夠美國 也不夠做美國那麼厲害 你想想多誇張 所以那些人 不懂事 說到美國沒落 你們完全是不懂事 那些國家 所有的國家 沒有那些多出來的錢 每個都是剛剛有赤字 分分鐘赤字 美國有很多基金 根本都在這裏 坐在這裏沒有東西做 找地方投資 如果你中國那邊利息高一點 或者 回收好一點 他就投下來了 他搞定 華爾街 就拿他的基金 就過來中國 所以中國有了資本 然後美國還有很多廠 對你沒有戒心 開過來 所以被你崛起 現在美國就沒有了 現在全部收回了 你崛起了還說 要爬過他 騎在他肩膀上 哪個這樣都行 當初日本人都好像想 超過美國 美國就馬上把尋你了 我是你大哥 你欺師滅祖 現在不僅僅 中共比當年日本人更囂張 現在二十大之後 所有的資金其實都是明確的 因為之前 我們也有個解讀 會不會是 特意有人傳這些消息出來 使得資金不要走呢 其實大家不知道 因為鬥爭起來 你想一下 美國那筆資金 或者全世界的外資 中國那筆幾萬億美金 最少 可能超過10萬億美金 那麼大塊錢 不可能 說走就走的嘛 他們當然是觀望態度的 他們當然是希望 如果李克強做的 我們就不用走啦 如果習近平做的 我們可能走的部署 慢慢部署 但是起碼有個希望 現在習近平真的是 那麼噁心 如果他就算做也不要緊 他不要那麼噁心 人們不會那麼害怕 因為有制衡嘛 如果裡面可能有一個團派 有三個團派在 你有權力有制衡 你也不可以亂來 現在沒有了 大家看得出 當現在習近平沒有人制約到他的時候 錢 隨時都不是你的 大家重演50年代上海 是你的嗎 AIA在外灘有了 匯豐銀行 有哪家銀行 在外灘沒有物業的 全部被充公了 巴奇銀行 荷蘭銀行 每家銀行都有的 每家銀行都有的 凍結了 直至 去到90年代才給回他們 80年代 90年代才給回他們 匯豐銀行叫他買回那陣子 所以匯豐不肯 後來在浦東 自己蓋回 你明明是充公別人的 人家要回 共產黨你不懂得說 全部都是土匪來的 他們本身是土匪生賊 匯豐真是大錯突錯 有第2、第3次 他不是頭被人禁住 因為他現在的盈利貢獻主要是來自亞太區 美國又賤了 英國又賤了 他唯有沒有辦法 跪地棄豬 有時候 形勢被人強 現在上面的資金 我們看得到了 股市我們已經分析了給大家聽 叫大家走 因為 他不會一枝箭直落的 一枝箭直落沒有人接貨的 他跌到差不多了 又跌回去 令對你有希望 你又假希望 那你不用怕了 然後再跌下去 跌下去 這千多點又會停一停 最終今年年底 我可能已經 穿了一萬點 因為 太多人要沽了 因為你想想美國那裏有那麼多外資基金 他們總共中概股 原先在去年有三萬億美金的市值 現在只剩下五、六千億而已 跌了八成 你想想那個損失多慘重 八成就是兩萬多億 已經輸了十幾萬億了 很糟糕 除非 香港大家知道港幣是由美金支持著 除非他破了這件事 叫港幣拼命印多一點 那就賣起股票 這樣就不會跌 如果港幣和美金 還這樣掛勾勾 由美金來支持港元的話 你覺得這件事 換下換下就沒有了 所以 我看那種東西 一年內中共就趴在那裏 整個經濟就趴在那裏 一年內 然後第二年 明年的年底 就要跟美國講和了 但是我覺得 習近平 他有兩個動作 第一 他去延安 但是他有一方面 就寫信給美國 假裝矮子 好像想跪下 但是我覺得 這些是換兵之計 純粹 想拖時間 讓美國不要加緊了他 現在有仗打 你看到這幾天說得清清楚了 美國收到情報 知道中共那邊 想提早打 他就拿中共 所有的軍事基地 連營 去到營那級 營那級 營級很小 全部都都都出來了 他連趨士班 煮飯那些 那些都有了 所以就是說 我知道了你在哪裏 我一按鍵 全部跟你摧毀 美國那些 導彈 打那些 出來的基地 真的一個小時都不用 他在同時間發射 全部有 他的合潛艇 他的航空母艦 全部發射 都不用在台灣射 他就馬上 摧毀了所有的軍事基地 他有這樣的能力 現在問題呢 中共那個 部署 我們看到他整個政治局的常委 以及委員裏面的24個名單 很多個是 牽涉到軍工 核武 核電 以及那些後勤 以前是總後勤的 變成 一班技術官僚 再加上現在的紅衛兵 很明顯就是一個戰爭內閣 軍機柱 就是軍機柱 一大群 全部都是滿腦子要打仗的 如果你不是有這樣的心 你怎麼會全部都是這些人呢 我們一大群坐過來的 每個人是說生意經的 當然是我們做生意的 每個人都是老粗 把槍拿在那裡 把他打劫的 是不是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美國佬是看得到的 還有 你是擺明的 你的二十大開出來的結果 你的二十四個名單 即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單 很明顯你就要跟我們打仗 是不是 有甚麼辦法不動你呢 那麼 習近平呢 去到延安也是 他又說到甚麼 他說 預了被美國制裁 就是 因為他當時提出了一個大生產運動 我昨天節目有說的 大生產運動 當時就是 老毛 即是中國被 國民黨刪水喉 刪水喉 你就要自力更生 種鴉片 現在你中國不能種鴉片的嘛 種鴉片不是很多錢而已 分泰年 美國的量是驚人的 我猜他那裡也賺了不少外匯 應該就賺不少 但是 你始終 跟那個國家級差很遠嘛 即是你賣白粉 你也不是賺很多錢的嘛 相對於整個國家 但是你不可能 你中共再出來做這件事的 你一定 我覺得他 你第二個打算 必要時 我和你閉關鎖國 我鎖住 我在裏面搞內循環 其實他現在想是這樣做的 內循環呢 其實這問題 剛剛發生了就是 要查稅 就好像你說的一樣 三反五反 現在就反貪污 反偷稅漏稅 撤了你私人錢出來 沒錯 大陸那幾千家上市公司 他約是4000家左右 民企 即是上市公司 因為他如果連同國企有 5-6000家 民企應該有4000家 這堆民企的市值 有人幫他計算過 是差不多300萬億 當然 未來會跌的 就算你當你200萬億 當你跌到200萬億 你每間公司淹它10% 就有20萬億了 那麼中共 起碼就能夠他捱一段時間 香港那些還沒計算 香港市值不算多 香港40萬億 30多萬 現在跌下來就沒有了 現在30萬億左右 30萬億 如果你在香港淹你 就有30萬億 人家市值不算多 你怎麼給一成 我都給你一成 拿不到一成給你的 一定會死的 所以他們也是要 想向這些公司賣手 即是向這些私人企業 淹他們 打仗又要錢 而且現在美國 全部在撤近資 全世界都在撤近資 全世界都是撤近資 唯一德國佬是騎虎南下 他們一定要去大陸繼續投資 德國佬有幾件事的 漢堡港 他要中遠入股漢堡港 然後把晶片廠也賣給大陸 這個不如我們下一節說吧 這一節我們先分析到這裡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我們現在的推介 看起來 看起來 我們現在就要 你 看起來 看起來